每日神话 认识自己 必须得认识自己的败坏流露 认识自己的知名处 认识自己的性情 认识自己的本性实质 必须认识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流露的点点滴滴 或者在家里 或者在外面 或者在聚会的时候 或者在你吃喝神话的时候 或者在你临到每一样事的时候 你的存心 你的观点 与你对待每件事情的态度 从这些方面来认识自己 当然 更深地认识自己 必须得结合神的话 根据神话认识自己 才能达到果效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 不要怕受苦 也不要怕疼痛 更不要怕神的话 刺透你们的心 暴露你们的丑态 受这些苦 太有益处了 信神就应该多看神审判刑刑罚人的话 尤其是神皆是人类败坏实质的话语 多结合实际情形 多往自己身上对耗 少往别人身上对耗 神皆是的各种情形 在每个人身上都不少 都能对上耗 不信你去经历经历 经历越多 认识自己越多 越能感觉到神话说得太准确了 有的人读神的话 跟自己对不上号 觉得有些话不是说他的 是说别人的 比如 神皆是人 是淫妇妓女 有的姊妹觉得 她对丈夫忠贞不二 这话不是说他的 有的姊妹觉得 自己还没结婚 也没有搞过淫乱 这话也不是说他的 有的弟兄觉得 这话是针对女性说的 跟他没关系 还有的人认为 神揭露人的话太严厉 不切合实际 他接受不了 甚至有的人说 神说话也有不准确的地方 这样对待神话的态度 对不对 显然是不对的 人都是根据外表行为 看人 都不会在神话里反省自己 来认识人的败坏实质 这里的妓女淫妇 就是指人类的败坏 污秽 淫乱的实质说的 无论你是男是女 结美结婚 人都有淫乱败坏的心思 怎么能跟你没有关系呢 神的话揭示的是 人的败坏性情 不管男女败坏程度 都是一样的 这是不是事实呀 我们首先得认识到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理 都符合事实 不管审判 揭示人的话多么严厉 交通真理 劝勉人的话多么柔和 不管是审判 还是祝福 是定罪还是咒诅 不管人感觉是苦还是甜 人都应该接受过来 这是对待神话该有的态度 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敬虔的态度 虔诚的态度 忍耐的态度 还是抱着受苦的态度 你们有点迷茫 我告诉你们 都不是 信神必须得认定 神的话是真理 既然是真理 人就应该有理智地去接受 不管能否认识到 能否承认 首先该有的态度 就是把神的话 一点不差地接受过来 如果神的话 不是揭示你或者你们的 那是揭示谁呢 若不是为揭示你 怎么还让你接受呢 这不是矛盾了吗 神所说的话是针对全人类的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揭示败坏人类的 每一个人都有份 当然你也不例外 就是每一句话都不是外表的一个现象 一种情形 更不是外表的一个规条或者简单的行为 不是这样 你如果认为神的每一句话 只是揭示了人的一个简单行为 一个外表的现象 那你就不通灵了 你不明白什么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人都感觉到神的话深奥 深奥在哪 就是神每一句话所揭示的 是人的败坏性情 是人生命里实质的东西 根深蒂固的东西 是实质的东西 不是外表的现象 更不是外表的行为 从外表上 可能你看着每一个人都是好人 但神为什么说 有些人就是邪灵 有些人就是乌鬼呢 这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了 所以说 不能凭外表现象 凭人听说的 凭人所学的 来对待神的话 这样交通之后 你们对待神话的态度 是不是能有点转变呢 不管转变多大 起码你们以后 再看到 神审判揭示人的话 不能跟神讲理了 不能再埋怨神 说 神揭示人 审判人的话 太严厉了 这一页 我不看 翻过去 我找点 祝福应许的话读 心里得点安慰 不能再这样 凭己意选择 读神的话了 得接受真理 接受神话语的审判刑罚 败坏性情 才能得着洁净 才能达到 蒙拯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